好 現在什麼都漲 如今就連公路總局工訓所的駕訓班也撐不住了 在動漲十七年之後 今年六月一號開始要調漲價格了 以小客車來講的訓練費用就多付一千六百五十元 至於大貨車跟大客車呢 在中南部的費用要變貴兩千塊錢 那先打方向呢 然後進打 跟著教練的指令到車 想開車上路 這駕照可得先拿到手 不過工訓所駕訓班宣布六月一號起調漲價格 主要是因應近年來人力的成本跟物價成本的上升 看看訓練費加上考驗費跟駕照費 自排首排車從一萬二漲到一萬三千六百五十元 小客車升大客車則得多付三百元 連結車也貴了五百元 至於大客車跟大貨車 中南部從八千多漲到一萬零四百二十五元等同於北部的價格 六月調漲之後 這價格就跟私人駕訓班訓練費上限幾乎相同 只是還得加上代辦費用 而代辦費沒有價格上限 工訓所調漲 後續恐怕還有連鎖效應 目前學費是不合理的情況之下的時候 逼得我們不得一聲 我們只要可能說在有些地方 可能要做一點適當的調整 工訓所漲價接下來恐怕私人駕訓班也跟進 這物價壓力 連駕訓班的費用也撐不住寒漲 未來民眾想口裝駕照 恐怕得花更多鈔票 藉著張小仁 吳振宇 新北採訪報導